台东剑道委员会主办的奖金挑战赛 1月30号下午在体育馆举行 上午则邀请来自各地的教练 免费指导合同练习 有包括台东剑道委员会 与台东大学剑道社许多建有参与 年龄层最小的是国小二年级 各地前来的教练大约有20多位 最重要的是心智的改变 抗压力的改变 判断思考能力的改变 因为我当初也是一个很宅男 也是被霸凌过 所以在学习这个尖刀工程 让我变得更勇敢 我更有自信 尤其面对对手的那种 有危机意识 我会判断 这个是不是很危险的 要有能够去思考自觉 最重要最后一点就是说 天底下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那为什么是自己 我跟他们讲就是 任何人碰到危险紧急状态 都会产生惊惧 我们剑道里面讲的 紧张害怕怀疑困惑 那这个疑惑就是患得患失 你做一件事情 你不能患得患失 你遇到紧张害怕的时候 你要怎样能够冷静 冷静去思考去判断 所以我觉得这个剑道 是给我人生很最大的改变 在于说刚讲的那些点 那个抗压性 我觉得现在学生也缺少了这种抗压性 还有礼节 然后怎么尊师重道 怎么去孝顺父母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上课最重要的 来自高雄的黄世民教练 目前是剑道七段好手 学习剑道已经四十年 每年还暑假 都会到台东办理训练营 再陪出不少的学生 台东剑道委员会委员 李学如表示 剑道活动重视礼节 有助于培养抗压性 目前该会每周一三五 晚间六点半到八点 在县力田育馆练习 有兴趣的朋友可上FB 搜寻台东剑道委员会 留言报名台东所在综合报导